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想他 可话到嘴边 却成一句 你来我们学校了 宋如烟眉眼冷淡地点了点头 顿了顿 他解释道 跟教授有任务来一趟 走得急 没来得及跟你说 只这一句解释 我心底的郁杰被无声地抚平 我眉眼见松 后知后觉的有些高兴 那我现在去找你 话音刚落 他的手机微微晃动 下一秒 一个男生出现在屏幕里 和宋如烟靠得很近 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又满眼温柔宠溺地看向宋如烟 学姐 教授说我这个实验数据有问题 我找不出来 可以帮我看看吗 宋如烟的注意力瞬间被转移 他微微点头 俯身去看电脑里的数据 透过屏幕的视角 我看到宋如烟和他的身体激进交叠 我认得他是宋如烟的学弟 清大化学系有名的才子肩负二代陆以恒 也是我的死对头 他经常和宋如烟以CP的形式 常驻清大各大话题论坛榜首 在清大 他们是公认最般配的一对才子家人 心口末地有些至闷 他明明知道我和陆以恒关系不好 还和他这么亲近 我正想说什么 就见宋如烟注意到还亮着的屏幕 他神色淡漠如常 我还有事 挂了 没等我开口 那边很快就把视频挂断 通话挂断前 我似乎听到陆以恒抱怨的声音 学姐 你男朋友这么黏人吗 要是我 肯定不会在女朋友还要做实验的时候烦他 这样多耽误进度啊 以及 宋如烟听不出什么情绪的恩恋一声 我心里就像突然被人重重敲了一几 宋如烟也觉得我烦吗 我正正地看着被注为女友的置顶 最新一条消息 是我今早发给他的那句 烟烟 我今天回学校拿点东西 你别忙太久 又忘了吃午饭 如今还孤零零地躺在聊天框里 我一直都知道 我和宋如烟从一开始 就不是他自愿的 记得我和宋如烟出狱的时候 是在医院 我推开医生的办公室门 看到宋如烟红着眼眶问 医生能不能先帮我妈做手术 钱我会尽快凑齐的 她眼眶蓄满了泪 有些局促地攥紧了手里的检查报告 连话音都在轻散 我从小就是个眼控 知一眼 我便黏在了她那张粉雕玉琢的脸上 而后我才知道 宋如烟的父亲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母亲遭到巨大打击 被查出癌症 需要尽快动手术 少女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 如同无措的孩子一般 揪着检查单默默流泪 她身上的钱拼拼凑凑 连一万都凑不出来 根本不够支撑她母亲做手术 我拦住垂着头要出门的宋如烟 突发奇想般的开口 药费我帮你出 不过有个条件 你要当我女朋友 她咬了下唇 眼底复杂的情绪交织 半赏都没有说话 我没有强硬 要她立刻做出选择 只是自那天后 我每天雷打不动的 去帮宋如烟照顾她的妈妈 宋阿姨情况肉眼可见的好转 但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 宋如烟终于松口 后来宋阿姨病好后 我拉着宋如烟上了 远近闻名的清源山庙 去为阿姨祈福 还求来了一对姻缘手串 以此作为我们的定情信物 宋如烟对此兴致缺缺 我强拉着她的手 把其中一串带到她手上 眉眼都是笑意 只要手串在 我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她表情淡漠 看起来不太乐意 但终究还是任由我动作 我给了她一场轰轰烈烈的追求 数不尽富裕的鲜花 和浪漫的气球 可宋如烟一句确定的喜欢都没说过 在一起后 她也一直都是冷冷淡淡的 很少会主动来找我 为数不多的见面 也都是我在说 她偶尔冷淡地硬几句 敷衍却让人无可奈何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宋阿姨 宋如烟根本不可能 会答应和我在一起 这段关系 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强求 可却还是舍不得放手 如同饮阵止渴 在期盼她回消息的日夜 我多希望 如烟也能像我喜欢她一样 喜欢我呀 我脑海里止不住地回放着 陆以恒说我烦 宋如烟没有反驳的样子 丝丝点点的苦涩 难以遏制地漫上心头 我反反复复地点开 宋如烟的聊天框 打了字又删掉 就在我纠结时 朋友圈突然出现一个小红点 我下意识点开 是宋如烟在 朋友圈发了一张合照 照片上她和宋如烟肩膀贴着肩膀 靠得极近 配文终于教会我的学姐打牌 一点就通 还要谢谢她特意对我手下留情 要不然今晚书惨了 我正正地看着这条朋友圈 注意到照片里 宋如烟空空如也的手腕 脑海里瞬间一团乱马 许多个煞食浮现的念头 撕扯着我 比如宋如烟没时间留下来 跟我见个面 却有时间和陆以恒去聚餐 还特地摘下了那串姻缘手串 比如宋如烟一向不喜欢拍照 这么久了 我们连一张合照也没有 可凭什么她和陆以恒拍了合照 还让她靠那么近 陆以恒都快要贴到她的胸口上了 再比如宋如烟不喜欢碰任何不必要的游戏 觉得那会耽误她做实验 可如今 陆以恒却成了她的例外 明明我才是她的男朋友啊 我截了图 给宋如烟发了过去 这次宋如烟很快回复 做完实验 教授请客了 我没打牌 紧接着 她发了一张所有人的合照 一对比就会发现 陆以恒发在她朋友圈的那张照片 是她故意从大合照里截取出来的 我意识到 陆以恒那条朋友圈 很可能是特意发给我看的 但不管怎么说 宋如烟的解释 让我松了口气 以至于 我忘了问她 为什么不带我给她的那串手串 那你这周末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博物馆 宋如烟一向对普通的景点不感兴趣 唯独喜欢化工展 这次我特地找人帮忙 抢到了市里那家出了名 难抢的化工博物馆的门票 这次 宋如烟过了快一个小时才会 可我没想到 我满心期待的约会 竟然会那样狼狈收场 约定好的那天 突降暴雨 等我赶到时 手机被雨水浸湿 无法打开 我心想 宋如烟一向准时 只要我在原地她就会来 可却先撞见了陆以恒 她漫不经心地打量我一眼 勾了勾唇 学姐没说她的票送给我了吗 什么 我当场愣在原地 头发上的水顺着 脸颊低落 一身狼狈 宋如烟笑了笑 她没跟你说吗 也是 竞赛总比看无聊的博物馆重要 学姐这是不好意思开口呢 不过你也别怪她 我骤然捏紧了拳头 手背青筋抱起 我憋着一口气 捧着脸 我要她亲口跟我说 陆以恒轻蔑地眼神扫过我 行啊 她有些得意 拨通了宋如烟的电话 都声传来 陆以恒直接说 学姐 你男朋友说 博物馆是我抢的呢 透过扩音筒 我清晰地听到 宋如烟带着不耐烦的声音 没有 送你了 比赛开始了 我先挂了 挂断电话 宋如烟笑盈盈地看我 学长 这下你总该信了吧 宋如烟轻飘飘那两句话 就像一根刺一样 扎得我心间生疼 这是我费尽心思 拖了多少人 找了多少关系 蹲点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抢到的票 宋如烟可以不去 也可以不要 可她凭什么 连问过我的同意都没有 就随口要把票给别人 尤其是 那个人还是陆以恒 我按捺住 涌上眼眶的泪意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我不再理会陆以恒 转身静止离开了 那日过后 我单方面宣布 和宋如烟冷战 修好手机后 我拉黑了她微信 也没再主动去找她 放在从前 从未有过 她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反常 给我打过电话 我憋了一股气挂断 可挂断后 看着再无动静的手机页面 我又忍不住感到心酸 她对我 向来没什么耐性 从来都是我生怕惹她生气 生怕她不理我 就算偶尔有争执吵架 我也一直都是先低头的那一个 难过的情绪翻涌 以至于走路时 我没注意 撞上了一个人 不好意思 我连忙道歉 抬头 迎上一双顾盼生辉 却冷淡的眼睛 是宋如烟 她竟然主动回公寓找我了 宋如烟定定地看着我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接电话 刚刚才有些轻快的心情 瞬间往下坠 我抿了抿唇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票给陆以恒 文言 她眉头一皱 你就因为这个跟我闹别扭 我没说话 她有些烦躁的捏了捏眉心 我不去 那票留着也没用 陆以恒想要 我就随口给她了 正好和你作伴 快毕业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是一个男人 别像个小女生一样 动不动就闹 我一时哑声 她明明知道我和陆以恒不对付 又怎么会和她作伴看展 可说到最后 她微微低着头 缓了缓语气 今晚一起吃顿饭 好吗 我有些出神地 看着她柔和下来的眉眼 我们之间 从来都是我主动去哄她 这是宋如烟第一次 主动拉下脸来求和 我承认 我拒绝不了 我以为的吃饭 只有我们两个人 可当我推开包厢的门 却看见许多本不该 出现在这里的面孔 我还一脸猛的时候 就被宋如烟介绍给了她的教授 我强称起笑礼貌地 跟他们打了招呼 然后忍不住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宋如烟 她低声道 原定是只有我们两人的 但教授正好给我安排了 庆功宴 正好一起了 我有些不是 但这毕竟是宋如烟的教授和同门 他们半庆功宴也是在为如烟高兴 我该欢迎他们的 可很快 我的那点欢迎的想法 就被他们磨没了 饭桌上 他们高谈论阔 聊的内容都是我完全不懂的话题 尤其是陆以恒 一直在和宋如烟讨论一些 他们实验室和学术上的话题 我坐在他们旁边 显得格格不入 连句话都插不进去 酒过三旬 大家玩起了游戏 他们故意把陆以恒的座位 安排在宋如烟的身边 等他输了又起哄 如烟 以恒可是你在带的学弟 你可不能不管他呀 就是啊 以恒不会喝酒 不如你就帮他把酒喝了吧 陆以恒脸红了 他期待地 看向宋如烟 他们都在明里暗里地 撮合宋如烟和陆以恒 即便当着我的面 也毫不收敛 我视线紧紧地落到宋如烟身上 然后我就见到他 端起酒杯倒了酒意而下 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行了 酒罚完了 你们别欺负他 明晃晃地维护 我正正地看着宋如烟 却在此刻赫然注意到 他空空的手腕 他又摘下了那串因缘手串 是因为陆以恒吗 心脏仿佛突然被人用力攥紧 却在下一秒 听到教授的话后 当场愣住 这次去F国为期三月的学术交流 我已经跟你们父母谈过了 如烟你作为学姐 可要照顾好以恒 我不可置信地扭头看宋如烟 却发现在场的人除了我 所有人都毫不意外 还笑着说恭喜 我就像迎头被人打了一巴掌 压抑了一整晚的情绪 在这一刻瞬间爆发 也许我一开始就想错了 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是我才对 我猛地站起身 当着所有人的面连招呼都不打 转身就走 刚出会所 宋如烟疯狂打来电话 江浩 你当着教授 他们的面闹什么 我扯了扯唇角 只问了他两句话 如果不是今晚和他们吃这顿饭 你出国的事 还打算瞒我多久 他们都在撮合你和陆以恒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宋如烟的声音有些烦躁起来 就因为这个 出国的是我本来就打算吃完饭跟你说的 至于陆以恒 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他们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何必多此一举去解释什么 我正正地盯着手腕上 宋如烟从不当回事的姻缘手串 听着听筒里 宋如烟依旧不以为意的话 突然觉得 没有必要了 我听见自己近乎平静的声音 宋如烟 上次咱俩去庙里 求得姻缘手串断了 大师说 这代表缘分已尽 分了吧 我随口扯了个理由 提了分手 挂断电话后 我直接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摘下手上那串姻缘手串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我回了公寓 看着屋子里 到处摆满了我的东西 和宋如烟少的可怜的生活用品 沉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我和宋如烟是异地 他实验室又忙 我们平时很久才能见一次面 我软磨硬泡着 和宋如烟在他学校附近 一起租了间公寓 原以为 这样就能和宋如烟 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可宋如烟依旧很忙 忙着实验 忙着竞赛 忙着和同能聚餐 忙得没有时间回来 连消息都很少回 似乎在他看来 什么都很重要 唯独我这个男朋友 不重要 强扭得瓜不甜 我已经吃到了苦果 就这样吧 早该分手了 我把屋子里属于我的 能带的东西都收拾好 剩下的全都扔掉了 换了电话卡 提着行李箱 连夜搭飞机回了家 妈妈看了看我身后 愣了愣 问我 烟烟没跟你一起来吗 我很快反应过来 她是在问谁 妈妈知道我和宋如烟 在谈恋爱的事 自从和宋如烟在一起后 她很少愿意陪我回家见爸妈 我一心扑在她身上 回家的次数也跟着少了 但仅有的几次 都是宋如烟陪我回来的 也难怪妈妈会问 我点了点头 没说话 妈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也没再追问 她温柔地拉着我的手轻笑 回来就好 回家这段时间 爸妈让我跟表姐 学着管理家族企业 我还没休息几日 就被表姐低流 去看报表 跟进公司的项目 打理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业务 跟着她到处出差 满世界跑 日子忙碌又充实 整天两眼一睁就是干活 起初我还总会下意识 像往常一样 时不时点开屏幕 想看手机置顶的人 有没有给我发消息 直到看到新的手机页面 才恍然意识到 我早就把宋如烟的 联系方式删掉了 渐渐地 我已经很少再想起宋如烟了 这天我跟表姐约好 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 表姐到我家楼下来接我 正准备上车 突然被一道清零熟悉的嗓音叫住 江浩 我刚打开车门的手一僵 寻声望去 一身抹胸礼服 娇媚风营的女人 步履匆匆地朝我走来 许久前午夜梦回时 常常见到的那张陌生又熟悉的脸 不经意间闯入眼底 她走到我身前两步时 迟出着停下 我愣了一下 宋如烟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直觉得 宋如烟是理智的 提分手的时候 我觉得她会明白我的前台词 不会再纠缠 何况我们当初在一起 她也算被迫 我主动提分手 她应该会高兴摆脱了 我这个麻烦才对 所以我从没想过会 竟然会再见到她 我心里有一瞬间的兵荒马乱 但又很快镇定下来 我没说话 宋如烟却率先开了口 好久不见 江浩 许久不见 她脸色憔悴了不少 眼神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 像要从我脸上看出朵花来似的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有事 宋如烟像是被我的态度刺到一样 在开口时 嗓音染上几分沙哑 为什么突然要提分手 我微微皱眉 平静地道 我想我当初应该已经说清楚了 宋如烟张了张嘴 她看了一眼 我没带任何饰品的手腕 漠不作声地 从衣兜里掏出一样 用红不小心包裹着的东西 捧到我跟前 她目光盈盈 带着颤音的开口 你说音缘手串断了 代表缘分已尽 所以我又去音缘店里 重新求了一串 大师说 我们还能再续前缘 我视线落在那串 被保护得很好的手串上 有些惊讶 宋如烟作为 清大化学系的天才 是个绝对理智的 唯物主义者 当初那串音缘手串 她带得也并不情愿 我实在不能想象 她竟然会为了 我那具随意编造的 分手借口 跑去音缘店 重新求了一串 音缘手串 如果她这份心 能用在当初 我还满心满眼 都是她的时候 该多好啊 可如今 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对上宋如烟 带着西记的眼神 毫不留情地戳破 宋如烟 我那串手串 其实没断 只是我想分手 才故意这么说的 宋如烟捧着手串 悬在半空的手 终于缓缓落下 她脸色有一瞬间的空白 为什么 然后她想到了什么 有些急切地道 如果你是介意陆以恒 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以后她不会再成为 我们之间的阻碍 宋如烟这句话 让我瞬间回想起 分手前我质问她 他们都在撮合你 和陆以恒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那时她是怎么回答的呢 她说 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何必多此一举去解释 可如今她却说 陆以恒不会再成为 我们之间的阻碍 我笑了笑 她早干嘛去了呢 太晚了 宋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宋如烟眼神一颤 她还想再说什么 一道清田的声音 突然插了进来 打断了她 啊好 我们该走了 表姐降下车窗 视线轻飘飘地掠过宋如烟 落到了我身上 我点了点头 刚打开车门 手就被宋如烟拉住 她脸上一直紧绷着的情绪 在此刻终于崩盘 眼尾瞬间泛红 她死死地盯着表姐 话却是对着我说的 她就是阿姨给你找的相亲对象 表姐一直在国外 闲少回来 宋如烟认不出来 实属正常 不过 她怎么知道 我妈已经在 准备给我安排相亲对象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 表姐不知道哪根筋抽了风 她直接下了车 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姿态 挽住了我的手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我按进了车里 转头皮笑肉不笑地对宋如烟说 你就是我未婚夫 那不省事的前女友吧 别挡到 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 陪你在这叙旧 她故意咬中了未婚夫这几个字 话音刚落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宋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上车后 看着宋如烟在后视镜里 越来越小的身影 表姐突然开口 这次慈善晚宴 来的都是各界的佼佼者 多的是家事比她好的 舅舅特地叮嘱 我让我给你介绍些名流千金 你可别再想不开 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看表姐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笑 放心吧 我和她早就结束了 跟表姐做完造型 紧赶慢赶 踩着点到了慈善晚宴 可刚进宴场 又见到了熟悉的身影 宋如烟一身抹胸晚礼服 前突后 翘站在人群中 没了刚重逢时 面对我的局促 多了几分意气风发 这些年 她似乎早已习惯这种场合 身边也多了奉承巴结她的人 如今正游刃有余地应付那些上去和她攀谈合作的人 听宴场里的人交谈才知道 她的实验室研究出了新成果 如今一跃成了A市商界出了名的科技新秀 表姐是知道我和宋如烟的事的 在见到宋如烟 她眉头拧得死紧 在宋如烟看过来之前 就拉着我往另一边走 尽职尽责地给我介绍了一些 同一圈子里 家世和我旗鼓相当的施加千金 我也没拒绝 忽略了不远处 宋如烟落在我身上 近乎灼热的视线 顺着表姐的意思 加上微信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慈善拍卖很快就开始了 拍卖品里有一幅日照金山的油画 梦幻却又栩栩如生 一眼就能看出作画人比例雄厚 我眼睛黏在上面 正犹豫要不要举牌 下一秒却听到拍卖师开口 有人加价吗 这才恍然惊觉 宋如烟已经率先举了牌 我兴趣顿销 没了竞价的欲望 宋如烟出了架 没什么人跟她抢 拍卖师很快一锤定音 那幅画就落到了宋如烟手里 拍卖会结束后 表姐去和合作商商谈合作 我去服务台拿点小蛋糕 刚一转身 一个带着青烈木香女人 撞进我怀里 一低头 宋如烟微锤着眸 把那幅拍下来的话递给我 嗓音轻缓 我刚刚看你很喜欢这幅画 就拍下来了 我看都没看这幅画一眼 冷淡出声 经过你手 我就不喜欢了 宋如烟眼眶煞时就红了 她紧紧攥着那幅画 半赏都没说话 我有些难以理解地看着 似乎因为我一句话 就难过极了的宋如烟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从来都对我很冷淡 在你心里我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我一直以为 就算再见面 我们也只会是陌生人 可你现在 这又是在做什么呢 不是的 宋如烟神色仓皇的摇摇头 我没有不喜欢你 她嗓音沙哑到极致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害怕你有一天会收回你的喜欢 我们的初遇并不美好 在我眼里 你我之间的差距就好比于你 你的喜欢于我而言 从一开始就像是天赐的礼物 可除了我 你的选择还有很多 这些年为了不被你抛下 我只能绷着一股劲 不停地往上爬 我参加很多竞赛 做了无数次实验 尽力去和个任教授打好关系 争取拿到项目的机会 就是为了奖金 和更上一层的台阶 我想把你当年就我母亲的钱还上 想早一点站在 能够和你匹配的高度 我静静地听着 宋如烟一句又一句 拼拼凑凑地 把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事 一点一点弥补完整 此刻透过宋如烟的视角 我才知道 那些年宋如烟 为什么总有些抗拒 和我去见爸妈 他第一次跟我回江家的时候 爸妈原本给我看好了家世人品 和我家旗鼓相当的相亲对象 却被我突然带了宋如烟回去 而打乱了所有计划 爸妈对他颇有微词 态度上礼貌 却并不热络 吃饭的空隙 妈妈在厨房里有些称怪道 妈妈给你挑的人你看不上 这小姑娘人虽不错 但家底太差了 以后你们要真在一起了 会很难有共同话题的 你还得时时刻刻照顾她的感受 我不赞同道 如烟可厉害了 她可是化学系的天才 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妈妈却还是有些忧愁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谁能保证她一定能出头 出头了还会喜欢你 不行 妈妈还是在给你找找 你多谈谈看 我只记得我最后还是拦住了妈妈 可原来 那时候我和妈妈的对话 宋如烟听到了吗 难怪从那时开始 宋如烟发了疯一样 去参加比赛 学院里教授的任务 要求她就算生着病也要去接 可我那时问她 她却什么也不肯说 我有些出神 宋如烟的声音 轻缓地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 她一字一句 嗓音轻颤 可这些年 我只顾着往前 却忽略了你 还是让你难过了 对不起 阿浩 迟来的这句道歉 让我早已平静的心壶 再次泛起波澜 热意煞时涌上了鼻腔 阴晕的眼眶也有些发烫 我沉默了很久 终于再次开口 可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我不打算再沉溺于过去 希望你也一样 即便一切都已经说开了 我也没打算和宋如烟破镜重圆 现在的江浩或许仍会对宋如烟心软 但也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对宋如烟抱有浓烈爱意的江浩 那些爱意和热情 早就在宋如烟日复一日的冷淡下 一点点被消磨光了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才走出这段 与我而言早已千疮百孔的感情泥沼 怎么会轻易让自己又陷入从前的境地 可我没想到的是 意外总是会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就在我摆脱了宋如烟转身去找表姐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我顺着人群的视线下意识抬头 天花板上巨大的吊灯微微晃动 在阴影轻浮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宋如烟神色恐慌到极点的朝我扑过来 啊好 玻璃碎裂开的巨响响起时 我被紧紧按进了一个带着浅淡木质箱的怀抱 腥红的刺眼的血映入眼底 宋如烟 我看着闭着眼睛已经昏死过去的宋如烟 后知后觉地感到心慌 我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加重宋如烟的伤势 表姐一脸惊慌地感到 确认我伤得不重后 有些后怕地安抚我 啊好别怕 已经叫救护车了 很快 我和宋如烟都被送进了医院 我除了脸上和手上 被玻璃碎片划出了小伤口外 没遭什么罪 但宋如烟被砸到了脑袋 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说 如果一个星期内没醒 那可能永远也醒不了了 闻讯匆匆忙忙 感到的宋阿姨听到这话 仿佛一瞬间 苍老了十岁 我正正地 看着病床上无知无觉的宋如烟 心里就像针扎一样 泛起细细蜜蜜的疼 我忍不住想 明明我们前一秒 已经说清楚了 明明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可吊灯砸下来的那一瞬间 她却还是毫不犹豫地 跑过来抱住我 替我挡住了那些碎裂开的玻璃 扑过来的时候 她心里在想什么呢 出了这样的事 宴会的主办方也有责任 宋阿姨一心都在照顾受伤的宋如烟上 也不懂那些赔偿的事宜 最后是表姐去跟主办方商量赔偿的事宜 又替我去跟医院沟通 宋如烟转病房的事 宋阿姨知道 宋如烟受伤是因为救我 她没说什么 只沉默着给了我一样东西 那是刚重逢时 宋如烟曾一脸稀奇地 捧到我面前的那串因缘手串 听着宋阿姨苍老又沙哑的嗓音 讲述关于这条手串的事 我才知道 我那时故意说 我的因缘手串断了 为此和她提分守候 她真以为我的手串断了 到处找人问能求因缘的寺庙 跑遍了A市所有的因缘店 一步一扣 常跪不起 才终于求来了这串因缘手串 她满心以为 只要求来了这串因缘手串 你就会回来 她带着那串手串 到处找你 知道你回了地势 又连夜坐了飞机去找你 可每次去江家 江家的人都说你不在 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 她只以为江家不愿意让她见你 回来后卯足了进去创业跑项目 想着等站到江家能看见她的地位 就能让江家承认她 宋阿姨视线落回病床上的宋容烟身上 叹了口气 阿浩 这次的事是烟烟自己的选择 你不必为此有太大的负担 若她能醒来 那就是她的造化 若不能 宋阿姨说着 脸上闪过一丝沉痛 她闭了闭眼 轻声道 那就当我们我们还了当年欠你的恩情 宋阿姨和宋如烟一样 平静又理智 可这些话说出来 我却莫名地觉得有些悲哀 爸妈和表姐她们 感念宋如烟救了我 给她转了病房 请来了全球最好的医疗团队和陪护 我也时不时会去医院看望宋如烟 给宋阿姨带吃的 每次看着病床上安静的宋如烟 我总会想 如果不是她替我挨了那么一下 那此时躺在病床上 毫无声息的人 就是我了 我是真切的希望 宋如烟能醒过来的 宋如烟若真出事 宋阿姨会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也不希望自己余生 都要背负着一条人命走下去 我心想 如果宋如烟真能醒来 我们就当都扯平了 我们之前的那些过往 也就都一笔勾销吧 直到宋如烟昏迷的第七天 在医疗团队不懈的努力下 宋如烟终于醒了 怒妈妈喜极而泣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醒过来的宋如烟 下意识看向四周 看见我时 似乎松了口气 她嘴唇动了动 我看清了她的口型 她说的是 太好了 电光火时间 我仿佛知道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在庆幸 庆幸我没出事 明明她也才刚刚才挣扎着 清醒过来 她伤得那么重 醒来第一件事 却是确定 我有没有出事 我喉咙墨地 梗得难受 心脏像被人紧紧捏住 宋如烟醒来后 一日比一日精神 恢复得很快 醒着的时候 只要我在 视线就会一直 黏在我身上 有时候她不愿意 让护士帮她上药 总要我训斥两句 她才安分 这时候 宋阿姨总会 眉开眼笑地看着我们 爸妈和表姐 看我和宋如烟 关系有所缓和 也没多说什么 出院的那天 宋如烟看着 被我随手放在包里的那串 姻缘手串 满脸期待地问了我一句话 阿浩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重新开始吗 我叹了口气 看来 我和宋如烟的孽缘还没断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